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在李立真身上却有很多荒唐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玉女变玉女的过程 不堪回首的过去也是有彩色的画面 如果走在街上有人对你说 妹妹我是星探 刚才给你拍了一张照片 你有兴趣拍广告吗 你会信吗 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的 李立真也一样 1980年 14岁的他走在街上被星探发现 一样的套路被哄骗了 那会儿李立真并不相信这些鬼话 他从小就立志当一名空姐 奈何命运的安排下 他没有在空中服侍客人 而是在床上服务了很多人 李立真对拍广告不感兴趣 但是朋友对拍广告好奇 就怂恿他去了片场 几人就在片场拍了几组正规的封面 而李立真对此也没有太在意 回到学校继续读书 直到1983年 李立真留起了长发 貌若天仙一般 一甩头就被麦当雄发现了他的魅力 那时麦当雄是影坛的大哥 还不是大佬 而是黄百明也成为了李立真的贵人 拍摄了开心鬼 开心鬼在当年的票房非常高 李立真也获得了学生情人的称号 李立真在撤名后邀约不断 光1984年一年就拍摄了第八战 上海之夜 圣诞快乐等作品 而在拍摄圣诞快乐的时候 李立真与张国荣之间传出了哥哥爱妹妹的绯闻 面对绯闻18岁的李立真显得很不适应 他很欣赏张国荣 而在爱情上却不敢与之谈情 转年 两人再次合作 为你钟情 可就在这个时候 李立真却与谢霆锋的舅舅谈起了恋爱 舅舅虽然不是圈里人 但是由姐夫做榜样 自然是在圈里很有名气 睡了很多女星 年轻貌美的李立真就沦陷在了百德烈的宽大臂膀下 两人爱得如胶似漆经常在一起运动 年轻的女孩对这种运动很是好奇 也不知道保护自己 沉沦在感情中的李立真渐渐地失去了自我 1985年 李立真在拍摄疯狂游戏时 与18岁的林立相互摩擦 生情在戏中 在拍摄完成后 李立真直接地与林立同居生活 而百德烈在得知自己被绿之后很是挠头 但想想自己才是李立真的第一个男人 也就默许了 但是林立事业受阻之后 怎么有心情与李立真风花雪月 欲望使得李立真再次回到百德烈的身边 林立成为了被抛弃的第三者 林立爱情事业受阻之后 选择轻生 但是没有成功 多年之后才从李立真的爱情中缓过来 而李立真也不是省油的灯 1986年 李立真在拍摄《恋爱季节》时 遇上了27岁的导演潘元良 可能是对剧本有想法 李立真经常找潘元良讨论剧本 两人从片场讨论到了酒店 从桌前讨论到了床上 两人从合作关系发展成了合体关系 潘元良是著名的填词人 曾经在林子祥的歌曲《最爱是谁》时 隔空秀恩爱 歌词中的一句话就是给李立真写的 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 我偏偏又后悔 那会儿潘元良已经结婚生子 但是为了可人的爱情选择了离婚 可是他不知道 李立真这会儿还有男友在身边 与百德烈并未分手 偶尔还是在一起运动 潘元良的做法没有打动李立真 而是陷入了三男争一女的桃色绯闻中 潘元良爱得不能自拔 留恋有李立真的床 可是美人此时已经感受到了艺术的召唤 在两任男友的加持下 他更欣赏的是画画 因为画画是艺术的另一种表达 漫画师齐文杰看了李立真的作品后 欲罢不能 每天脑子里都是李立真的身影 靠着自己的创作 画出了一幅幅李立真穿衣服与不穿衣服的漫画 很快齐文杰就成功地聊到了20岁的李立真 本以为是初夜少女 奈何李立真已经是感情高手 两人宣泄着爱情的汗水 而齐文杰的老师黄玉郎也是感情高手 在齐文杰睡过李立真之后 成功上了离姿 师徒之间经常切磋技能 画卷上都是各种女性的身姿 百德烈 潘元良 齐文杰 还有李立真 四人行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李立真就像是被彻底开发了一般 直接抛开了三位男友的关爱 1987年 李立真遇上了还不是很强的曾志伟 这一年李立真主演谭嘉明指导的电影 最后胜利 获得第七届香港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提名 曾志伟在戏里就追求李立真 想尝尝蜜桃成熟了没有 可是李立真并不喜欢矮个子男人 他更心善高大威猛的男人 1988年 22岁的李立真 在僵尸叔叔中清秀出场 而与剧中的钱佳乐 戏里互动较多 戏外运动频繁 两人擦出火花 钱佳乐是有功夫的男性 技巧很多 解锁的姿势让李立真很是享受 功夫男孩与清纯玉女之间谈情说爱 本来就是一件妙事 而钱佳乐把自己的所有功夫 用到了李立真的身上 慢慢的钱佳乐感觉自己被掏空 两人的感情走到了边缘 1990年 两人分手 李立真单身了 垂涎她的人有了机会 那时李立真的资源很好 有人曾怂恿她拍摄风月片 但被她拒绝了 权衡利弊之后 李立真进入了TVB 1992年 李立真搭档郑少秋 刘清云 孤爱明 合拍大时代 虽然李立真尽情地演绎 但没有了爱情的水花之后 戏也没有一丝波纹 万念俱灰的李立真 看不到前方的路 迷离之间 李立真受到了邀请 拍摄了一组性感写真 一经推出就受庆 李立真似乎看到了曙光 1993年 李立真终于决定拍摄三集片了 这一拖就没收住 成名作蜜桃成熟时 轰动了一时 就是现在也是很多人 被窝里偷偷看的好电影 当年这部戏的票房高达1200万 李立真在大好势头之下 连续拍摄了爱的精灵 不扣扭的女孩 一时间李立真成为了香港电影的名片 那会儿香港电影正处于低迷期 而这回的李立真 却想发展歌唱事业 由于太过抢手 公司也同意她的事业发展路线 1994年 李立真与异能动音签约 推出首张国语唱片 纯真 可是歌迷影迷大佬们 还是钟情于她的身材 对于她的歌声并不喜欢 穿上衣服的她 失去了风光的时候 经过两年的歌唱发展 慢慢的被大众遗忘 但在唱歌的时候 遇上了自己的幸福 事业受阻的时候 李立真一次开车 发生了交通意外 而对方正是许愿 两人在沟通下 发现在一个小区 还是楼上楼下 这种缘分之下 两人有了微妙的感觉 此时的许愿也不得已 自己捧红的女友林一连 被李宗盛揽入怀中 欣欣相惜之下 两个苦命人 冲破了楼板的阻隔 睡在了一起 可是在结婚之前 李立真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 以四百万的片酬拍摄了《玉谱团2》《玉女心经》 与小他十岁的舒淇争相斗艳 1996年 李立真感受到了久违的爱情 一时间她萌生了退圈的想法 许愿也支持她 两人相恋三个月后走进婚姻 而他们的爱情也被媒体称为美女与野兽 婚后的生活非常单调 许愿的才能也被李立真的温柔下消失殆尽 身体被掏空 才能被淹没 可是在感情的运动下 女儿在1998年出生了 有了女儿李立真才发现 自己已经不是明星了 这一年李立真复出拍戏 拍摄了文艺片《千言万语》 但是从三级女星变成文艺女郎 让观众看的却是风月下的文艺 不伦不类 但是这部片子让李立真摘得了金马影后的头衔 事业好了 爱情就慢慢的走到尽头 2000年 李立真与许愿离婚 李立真成了单亲妈妈 带着孩子在娱乐圈发展 事业也下滑得很快 可是李立真身边却不缺少男人 离婚后 李立真搭上了前夫的好友林清风 两人算是旧相识 很快就在踢踏舞中啪啪啪合体 但林清风只是贪恋李立真的身子 动情之后 发现林清风脚踏多条船 一个比一个年轻 伤心的李立真只能默认对方的烂情 为了发展 李立真只能出卖色相 搭上了富二代廖窑城 切磋记忆之后 被对方无情抛售 转手让给了吴健雄 女人在大佬面前就是一个工具而已 玩够了就是转手 一度受伤的李立真遇上了雷友辉 2002年 李立真在被林清风等人抛弃后 在雷友辉的介绍下认识了马桂灿 李立真与马桂灿相识后 经常去家里吃饭 与马桂灿的妻子李静婷 两人结拜成了姐妹 可是在一来二去的交往中 李立真与马桂灿暗生情愫 两人偷偷的发展成情侣 李立真经常与马桂灿偷情 而李静婷还邀请来家里帮忙照顾家 李立真把自己当成了女主人 更是在2004年的时候 上演了二女共事一夫的感情大戏 而且李立真还曾与夫妻二人 在床上迷幻开趴 更是被爆出一个月做爱52次的记录 这一场大戏闹了很久 李立真的形象一下就跌落了 面对绯闻 李立真极力否认 就连许愿也打电话骂她是荡妇 李立真患上了抑郁症 一度想自杀 写好了遗书 打电话告诉男友陈家里 说自己准备好走了 陈家里来到身边既能相劝 李立真慢慢找回了自我 勇敢地面对一切 而陈家里也不是单身状态 已经结婚 李立真的介入下与妻子分居 看她的自杀难不成是想讨好陈家里 可是富豪的爱情来得快走得也快 在欣赏完彼此之后 陈家里与李立真分手了 不过李立真在陈家里这度过了最头疼的时间 而后她发行真人真事 讲述了自己的三人同床的故事 2008年 潘月良再次走进了她的生活 两人大方承认恋情 但是这段感情持续了很长时间 30年的长跑让少女变成了大妈 俊男变成了沧桑老头 30年中 两人四度分分合合合合合分分 直到2016年 潘月良丢给李立真一句话 我走了 他们第四次彻底的分手了 2018年 潘月良娶了小自己17岁的新欢 而李立真彻底的失去了美貌的年华 也失去了爱情 到了中年的她 想在事业上发展 奈何已经过去了属于她的时代 而逐渐发福的她 也不能让人想起了她曾经的风华绝代 2020年 李立真与刘德华28次合作热血合唱团 戏里的她演技很好 但是这个角色不应该属于她 她只属于不扣扭扣的时代 而今的李立真已经慢慢的被遗忘 但是她的故事以及她的作品 还是我们被窝里偷偷看的好电影 人生如戏 但是戏里的故事却成为了李立真的成长过往 一幕幕狗血的故事 一场场吞惊的爱情 李立真的浮华人生背后满满的心酸 往事真的不堪回首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雨姐的话别忘记点点关注哟